請把陳可貴 黑絲價更高 若未嫁得會 兩者皆可拋 呀哈囉 我是次郎 那今天我們終於 哈哈 又來開箱什麼呢 開箱我們期待 已久的不期的劇場版的BD 喔 這個呢 從大概3月13號看完台灣劇場版之後呢 我們就非常期待說這個BD什麼時候可以下訂 後來他們推廢好像在4月20號就公布了這個消息 那終於 嗚 這麼大 欸 這麼大 那因為個資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把它給刪掉了 那其實這個BD的部分呢 是這樣 它定於是9月23日加藤會的生日要送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佩達日演手啊 它要求是在9月22日一定要送到 意思是什麼呢 他們BD早就做好了 那他們希望說在9月23日加藤會當天呢 大家都可以收到這個BD 然後就一起 跟加藤會一起慶生這樣感覺 蠻有意思的啦 那因為畢竟是從日本那邊訂過來 所以 9月3日出貨了 它其實9月22日就入庫了 但是還要透過EMS過來 那配送的時間大概花了兩天就到了 從轉運 過海關之後直接進來 超快 之前就想找時間開了 不過一直沒有時間開這個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 馬上來拆封吧 在拆封之前 我們看一下喔 它這個包裝其實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安妮PLES的膠帶啊 你看 其實是有特別設計過的 它基本上這麼長 不建議用體積去算 因為它其實是滿肌 大概1.4公斤左右而已 我建議是直接就用EMS最快啦 最簡單啦 開箱 看 因為它側邊黏太緊 黏太好了吧 我覺得日本的膠帶可能比較厲害喔 應該說它的膠帶不是一般那種膠帶 不是 不是透明的 它是有點PVC的感覺吧 有一層膠膜在的感覺 OK 哇 這個是納品明細表兼這個領收書 OK 次郎商 我可以看一下啊 它這邊有次郎商 然後呢 總共有四件商品 那實際上的轉運費大概是花了大概 2800多塊日幣 所以折二台幣大概又花了820元左右 整個下來大概是要花13800多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個BD了 我看一下啊 你看 我先把它丟一邊 喔 欸 其實它處理得很好欸 首先是這個 這個是BD的這個 禮盒 ANIPLEX本家的 掛軸 這隻是生奇木人化的 全員大集合圖 再來是 它這個設計的很厲害 是它特別是這種柴邊 嘎邊的 所以它這個藏在裡面 它保護得非常的好 那它這個是 全通路購入特典的一個塑膠排報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看吧 來 首先我們先看 全通路購入特典的這個部分 欸 它其實塑膠套做得很好欸 欸 它這個 太厲害了吧 我們可以包這麼多層 而且它竟然用這種 霧面的 這個很少見 一般都是透明的 它用霧面的 有質感 有質感 實際上你做過出貨的 就知道其實 要包這些Lilycoco 其實是最麻煩的 尤其是 要寄送一些掛軸類 然後又是不能折到的部分 特別的麻煩 那它這個 其實處理得很好 這次是這個 生奇木人新化的 三位角色 可以看到 很香欸 而且是透明的 好香喔 有那個塑膠味 不是他們三個人的味道 但是是那個 塑膠很臭很臭的味道 這怎麼收藏啊 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欸 它這個掛也不是 粒也不是 你頂多只能錶框吧 這個上色上得很優秀 這一般台灣可能做不到喔 它這個塑膠片的這個軟Q程度 這個PVC的這種材質 蠻特別的 而且薄 有興趣我應該去問一下 我們家的硬物 好可以看到 這個是先從我們這個 櫻梨梨啊 你看櫻梨梨這是一個 接近短裙 代表他們是還沒長大的 這樣拉上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櫻梨梨 哇 這個笑容有沒有 敗犬的笑容 發揮著這個藍色中 帶點這個碧綠的眼神 非常有自信 上面呢 是它的這個插畫本 然後這個我覺得 應該是施語的 這個是家騰慧的 這個是它的 所以代表這三個人 疊在一起 然後這個帽子呢 在兩個人之上 代表什麼呢 代表家騰慧 直接勝出了 家騰慧直接勝出了 家騰慧的部分呢 這次升騎走的是一個 比較多層次的搭配啊 用的這種比較 素的這種短裙的部分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到衣服 黃色的部分 然後 胸部的部分 看不出來大概是C或D吧 不是很重要 拉上來呢可以看到說 哇這個家騰慧這個臉神啊 透露著這個這個 聖者的容貌 一副這個坦然自若 啊你們去哪個敗犬 啊沒有啦 不是這樣子 然後學姊的部分呢 學姊也是這樣子 學姊是走短裙 但是走黑絲有沒有看到 黑絲拉上來之後呢 這邊拉著一個本子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是配著一個腰帶的部分 拉上來之後呢 是一個比較 無袖的毛衣 或者是無袖的襯衫吧 搭配起來呢可以 包裹住它的這個 碩果啊 非常的大啊 看得出來它的身材是較好 再拉上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 哇這個學姊的這個眼神 很惆悵 但是又有一種 堅強 堅忍不拔的這個眼神 頭上的這個彈帶呢 是生其木人最愛的 它也沒有馬虎掉了 其實算是蠻香的啦 不過不管買那個通路啊 其實 送了這個海報 我覺得就價值連成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收起來啦 它這個袋子其實好耶 你知道怎麼說嗎 因為它這個袋子其實 是比較硬的 所以它已經限制了 它整個的一個大小 就不會說 每次在那邊捲老半天 然後要再找一個海報 它其實這個塑膠袋 我覺得 設計的好 設計的好 真的 好再來我們來開的是 阿尼PLES本家的這個特點 那我覺得這一次啊 因為只有本家是生其木人畫的 其他都是製作組畫的 那動畫組 在動畫上的表現呢 我個人覺得不差 甚至可以說 動畫組的加藤惠 我覺得比生其木人還要像 真的 這一次我蠻佩服這個高賴智章 它人設的部分 設計的太好 加上這次它其實 觸動了蠻多的原畫 不然其實硬要我說的話 可能會收 虎之屑 這個掛軸呢就 我覺得是偏小張啦 因為只有B2而已 比起之前的那個透明海報 就是那個雙層的那個透明海報 動畫二期的部分 那個送的還要再小張一點 所以就蠻一般的吧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眾人 七個人 新生跟舊生的BLING SOFTWARE 他們兩個的合照 那其實上色的部分 我是覺得蠻香的啦 櫻尼 我覺得它畫的是算是好看的 就是它的這個 也是走這種 紅色開金毛衣啦 然後加藤惠也是 然後出海的話 這個團子的部分 也設計的很好 然後美智隆的部分呢 身材 不用說 然後整個線條 是蠻俐羅的那種床褲 一隻我個人是覺得最帥啦 就是他就是我效果的男人 那我覺得 輪野的部分 好像有點太帥了 對有點太帥了 這個比動畫 不知道帥上幾百倍 這到底是殺小 哈哈哈 你可以知道 他當時要跑去試聽教室 找施宇跟那個印尼尼的時候呢 他不是在路上遇到加藤惠嗎 就停了下來 那時候呢 他就是以一個比較 拐彎彎彎角的方式 然後說去把加藤惠 然後你看他現在長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他家也算是有錢 然後 學業也還不錯 雖然被惡一了 但我覺得他是肯讀書就會好的類型 再加上現在是一個社長 幹 我只能說 欸 加藤惠蠻會挑老公的 那學姐的部分呢 就比較邊邊啦 沒什麼戲份這樣子 那可以這麼說啦 為什麼不起眼會這麼吸引我 是因為他們當時 就是在六年前 約定好說 我們總有一天 要站在同一個線上 或是同一個高度 然後去製作一個遊戲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 以輪眼的身份來講 他是沒辦法請起我們的施宇 跟我們的印尼尼 所以他那時候必須只有 跟加藤惠兩個老婆 就這樣 老婆這樣子一起打拼 然後這個在六年後呢 在去場版的最後片尾的部分呢 終於 帶著我們一隻 向他們兩個提出正式的邀約 這算是一種我覺得蠻感 就是說你今天 跟一個朋友然後說 我們多年後 有一天會在某個地方再相會 然後最後呢他們就是 堅忍不把朝著自己的夢想 然後一路一腳印上前進 雖然像是一個笨蛋一樣 但是就緊抓著他的夢想去做 然後最後成功的這個一個感人肺腑的故事 就是這樣的故事呢 讓我覺得說 哇不起眼這樣圖 非常 我覺得非常有收的價值 欸不過我說真的啊 這次的材質 蠻爛的 嗯 蠻隨便的 我必須說這個材質沒有很好 欸 他的那個絲綢用的 不是很滑順的那種 因為一般這種布掛軸的材質可以再挑好一點 他可能是為了要讓那個吧 色彩比較鮮豔 所以弄的是比較沒那麼透的材質 比較沒那麼透的材質 但以往這種布掛軸應該會再柔軟一點 因為之前我有買過一個加藤惠的 就是劇場版那邊的 那個材質就很好 這個就沒那麼舒服 好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BD特點啦 這個本體 我們看到BD的本體啊 這個加藤惠 香的咧 喔喔喔喔喔 你看 反光反光反成這樣子 上了這個亮光的部分實在太閃了 正面呢 是我們的這個加藤惠啊 背面呢 欸 竟然是我們的英里里呢 佔我們英里里佔C位啊 這個是美智流 夏日就吃魚 以及我們的出海 正面 欸 帥 好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是BD的本體啊 正面呢 是我們的加藤惠 我當初以為那個是特點海報 結果不是 那這個部分呢 後面就會寫這個BD的詳細的資訊 包含有我們這個特點CD 撰寫的這個Sai9的Hiroin 算是該收的都有啦 好 打開來看吧 通常是這個推開來 喔 欸 直接是這個 他們公司這個BD的那個大門 BD的那個大門 BD的那個大門 算是他們租下來的 然後背後 喔 501就是他們的那個安逸輪也跟加藤惠的套房 設計的好有巧思喔 對 他們兩間其實打開來就是 連在一起的 有沒有 501跟502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去這邊串門子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公司 然後他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說 欸怎麼其他四個人都在這邊 然後打開了喔 哇先把他拿起來 直接 顯示他們這一間 價值多少錢 22.5萬元 哇真的 沒有這樣的房子啊 你看 別說啦 想要跟他交往 這個是ELDK而已喔 所以這個22萬5000元的這個租金啊 以我對日本那邊的了解啊 大部分像我朋友他是租大概10萬元 所以這個兩倍價格 你看再加上這個 他這建築年是2012年7月 就是他們那個TV動畫放送的時候 他有藏一些戲的在裡面 如果說兩天是一樣的話呢 大概就是 22.5萬加22.5萬 是這麼貴嗎 太貴了吧 所以他們一個月要付45萬的租金 欸是這樣子嗎 這麼貴 然後重點是他們還有這個管理費用 15000元 哇好貴 付金就是所謂的今天要租房子的時候 要給他一個押金 禮金的話呢 禮金是這樣子 大部分日本他們就所謂的那種 假掰 就是說你今天住這個房子 你要感謝這個屋主租房子給你 所以說他又再給他一個月的費用 設備呢 包含這個停車場 所以那時候他們其實在這個BD的這個 復音軌 他們不是會有聲優的講解嗎 然後他們就說 哇 紅板租音不是開著一個跑車嗎 之後呢會不會 我們的輪野 就會買一台比較厲害的車子 然後就可能這個停車場 他就會停他的 停那個輪野的車子 然後又是帶著這個家庭會去兜風之類的吧 那大概就是到這個部分了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然後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個小廁紙的部分 收入了什麼東西呢 一些訪談內容 首先是關於這個故事的概要 然後再來是 玩物史明跟松岡安夜 然後玩物史明跟大溪跟茅野 介紹嘛 然後訪談 原畫集應該在這邊吧 我剛才有看到原畫集 原畫集 哇 你看 10年前 好嗎 10年前 好嗎 好嗎 那個笑容其實我覺得畫得很可愛 也很心疼 這邊 這個結尾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說 回家才能親 啊哈哈哈 再來呢 這個是 收入一些這個背景美術的部分 他有一些真實取景的 這個好漂亮 再來是一些角色的設計圖 然後 歌詞的部分 還有這個ORANGE SONG的TRACK有什麼歌詞 就是這次收錄只有九張 我自己聽完是比較壓抑的 情緒比較壓抑都是比較慢節奏的 那都很好聽 尤其是這首兩人的覺悟這首超棒 對 OSIMAI是結尾我就覺得還好 KOKO NI RU DO I MI 就是在這裡的意義跟二人的覺悟這兩首最好聽 欸最好聽 超棒 好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是這個BD本體的部分 你看他最後用這個結尾眾人挨殺之後呢 這個OSIMAI的畫面 哇這張畫的比動畫還好看欸 是怎樣 我們的家長會也會自拍了 喔齁齁 打開來看一下 喔喔 他最後他走的是一種 相冊名場景的部分欸 像這個是最後一張最好看的 板道上 這個謎之笑容 學姐躺下來 這個開場演奏的部分 就是一些 本作一些比較值得紀念的場景 打開之後呢 這個是ORIGINAL的 這個應該是所謂的廣播劇 然後這個是BD本體一張而已 一張 然後這個是ORIGINAL SONGTRACK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九首 CHEKU YOROSHIKU 然後這個MI 應該是美字流給他的 對美字流錄下來的 我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聽說 裡面好像有長細節 我們來看看 喔 相框的部分 而且重點是他是 他不是一張紙 他就是弄得很像是一個相片的感覺 欸 那其他底下 其他兩個底下是不是也有了 我們來看看 幹沒有 等一下會被斷掉 斷掉是神作了 欸沒有好啊 所以只有中間這張BD本體 有 那我個人是覺得 外包裝設計的非常好看 而且他是有一種你看 有上亮面 對有上亮面 整體就非常有質感啦 好 讚讚讚 OK我們來做個總結吧 不起眼劇場版的這個BD 以我買過的BD來講 算是做的 非常非常有誠意 我不敢說他是最好 但我可以說 他從外包裝 到時間出貨的安排 再到裡面的那些巧思設計 以及融會我們這個劇場版裡面的 各種小物件的部分 設計的真的 哇 業界良心 根據銷售量的報告來講 他們好像初週吧 就讓他們第一週的那個銷量是 4萬1千張BD加DVD 不是到頂尖 沒有到那種 什麼十幾萬張這樣 但是四萬張 我覺得以真的這樣的小動作品來講 夠成功了 很值得 就是如果說各位想要收一個BD的話呢 劇場版不起眼 蠻值得當作你第一張 入手的這個選擇啊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不知道各位 覺得這次BD值不值得買呢 或者是你已經買了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啊 你的這個 去月的心情啊 像我是很去月啊 但是我不能在9月23日 當天拿到 我整個人就 我也沒辦法啊 辦得怎麼樣 呵呵呵 好 那如果因為這之後呢 我還會做這個 不起眼特點小說的這個影片的部分 如果不想要錯過第一時間通知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感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次郎 我們就下期節目 再見囉 將領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歡迎點擊YouTube頻道旁的加入按鈕 每個月小額贊助75元 看滿兩九里十種貼圖任你在聊天室刷 同時也是支持我做更多直播 以優質節目的最直接方式 另外也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頻道 裡面會有我的最新近期資訊 最後我大多數直播內容 都會上傳至副頻道次郎Live 有需要者下方有連結 歡迎自行取用 喔好尷尬喔 這個開箱 開的還可以嗎 開的還可以嗎 還是不可以 啊不可以就算 我也不能說什麼